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十多年前我们一群哥们儿在实验室里扯淡 海底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大王乌贼 利维坦金 巨尺沙 科拉肯 大莱耶 各种史前生物未知传说 玄幻故事全部扯了一遍 谁也说服不了谁 突然 学姐也来了 她说 海里躺着几十枚核弹的 随时可能爆炸 恐怖不恐怖 这可是真事儿 万一他们爆了会怎么办 会有几百米的海啸袭击城市吗 会引发超级地震 让整个国家沉没吗 就算不爆 万一被恐怖分子捞起来了怎么办 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核弹究竟是为什么会躺到海底呢 又是谁干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海底核弹的故事 时间回到1970年 西班牙外海一艘前苏联的核潜艇正在潜伏 代号K8 4月8日 K8到达预定位置 切断所有的无线电通讯 正式进入战斗状态 突然警报响了 有水冰报告 声纳舱起火 船员们还以为这是演习设计了突发科目 结果两分钟以后 又有水冰直接闯进了指挥室 报告第七舱起火 船长一看他那满脸的烟熏装 不淡定了 郑伟也意识到这是真的起火了 紧急确认 原来大火已经失控 正在向核反应堆蔓延 演习突然就变成了核危机 不一会儿大火就烧到了反应堆的哨所 电厂一班锁死大门 全班五人葬身火海 但保护了反应堆 没有引起核泄漏 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迅速蔓延 甚至灌入了指挥室 在最前线救火的20名官兵 只有4人撤了下来 船长下令放弃延期 浮出水面继续灭火 但这个时候 船上的所有通讯系统已经被大火烧坏了 他们与世隔绝了 直到一天一夜以后 苏联海军总部才得到了K-8死火的消息 一艘过路的保加尼亚渔船告诉他们 赶紧去救援吧 苏军紧急调派了一艘附近的救援船过去 结果呢 这艘船长得太像北军的侦察船 船员们竟然拒绝救援 这个时候 狂风巨浪也来了 K-8正在迅速的失去福利 最终在4月12日早上6点 K-8从救援船的雷达上消失了 救援船扔出的最后一根救援钩 没能勾住船长 只勾住了他那本作战日志 翻开日子 所有人都杀了 刚刚和K-8一起沉下去了 还有两枚合鱼雷 事关重大 这件事发生以后了 苏联军方立刻封锁了所有消息 这段故事 直到1991年之后 才被公布出来 而那两颗合鱼雷 至今还躺在西班牙外海 4680米的地方 时间往回拨两年 1968年 苏联海军还丢过更夸张的东西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3月的北太平洋 风浪很大 潜伏在海底的美军潜艇呢 突然就听到那苏联人 在无线电里疯狂的喊叫 红星红星请回答请回答 却一直没有答复 接着美国潜艇又发现 苏联人出动了两艘驱逐舰 三艘护卫舰 以及数十艘其他的舰艇 在海面上来回寻找 空中还有苏联的飞机 一年好几周 即使海面风数达到了9级 苏联人也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 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呢 这桩悬案直到六年以后 才被CIA破解 原来 当年苏联弄丢了一艘 宰着秘密武器的核潜艇 K-129 CIA决定悄悄打捞这艘潜艇 赤资5亿美元 这在当时足够见两艘航母 或者把阿波罗发射上月球一次 看来 K-129上绝对有打杀器 首先 CIA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 锁定了K-129的具体位置 然后秘密改造了一艘打捞船 巨型的钢爪 打捞车和打捞船上 全部隐藏在船体之内 从外观上看了 这就是一艘普通的勘探船 结果 CIA的打捞计划还是失败了 他们只捞上来K-129的一部分 价值不大 又过了30年以后 2005年 当年CIA的秘密打捞故事 才被全部曝光了出来 这个时候 苏联已经变成了俄罗斯 就连俄罗斯听到这个故事都惊呆了 原来 当年K-129上装载的三枚 100万吨级的氢弹 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北太平洋 这在当时 简直就是苏联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 同时K-129上还有两枚合鱼雷 更让俄罗斯吃惊的是 当年CIA打捞失败的原因 竟然是不小心把潜艇弄断了 一枚氢弹险些暴障 还有一件事让俄罗斯哭笑不得 那就是1990年代 俄罗斯曾经指责过CIA 怀疑他们秘密偷窃前苏联沉没的潜艇 CIA当时说 我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 这句话后来成了CIA的经典语录 如今这五枚核弹的具体位置 只有CIA知道 他们还静静的躺在海底了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艘潜艇 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沉没了 这个悬案至今无解 有人说是被美军的潜艇撞成的 要不然美军不可能在后来 锁定沉船的位置 还有人说 是被某个神秘的位置力量基层的 因为就在那几年 美军成了两艘核潜艇 苏军成了五艘 这七艘船上面也都携带着核弹 至今下落不明 苏联爱丢核潜艇 美军就是乖宝宝吗 显然不是 他们丢东西的知识更夸张 我们接着看 那年美军腿短 导弹无法覆盖苏联 但苏联的导弹全方位覆盖美国 怎么办呢 导弹不够飞机来抽 于是美国就制定了 克姆穹顶计划 就是保证天上24小时 都有挂着氢弹的轰炸机 在苏联附近转悠 如果美国遭到了苏联的核打击 这些飞机就直接扑过去氢弹湖脸 所以这些氢弹都设计得非常凶悍 末日级别的 110万吨当量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倍 结果奇葩的故事开始了 1月21日 一架B-52轰炸机 飞到了格林南岛上空 这个时候 有一个机主成员突然觉得太冷了 屁股都冻僵了 于是他就把屁垫塞到了 加热通风管里面 结果这个老熊塞进去以后 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去睡觉了 当时机主成员一共有7个人 最奇葩的是 其他6个人竟然也没有发现 这个坐地着火了 直到农烟灌满了驾驶舱 他们才意识到 必须跳伞逃生了 无人驾驶的飞机 继续往前飞 逃生的飞行员 离美国的图勒空军基地不远 他们在10分钟以内 就联系上了基地的指挥官 指挥官一听 这会儿头上正有4枚 末日清弹在自由滑行 心中万马狂奔 所有人都意识到 除非有超人 每对蝙蝠侠突然出现 否则这场核危机无法挽救 大家只能祈祷 那帮科学家给清弹设计的保险法 一定得靠谱啊 千万别爆了 20分钟以后 有人看到北新湾的方向 升起了蘑菇云 还好足够小 显然不是清弹爆了 而是飞机追毁了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紧接着问题又来了 这可要怎么去把 那4枚清弹给运回来啊 北新湾 那里只有英柳特人的雪桥 能够进入 侦察机飞到坠机地点上空 发现了黑冰 同时报告 冰盖正在融化 很显然 现场有严重的河泄漏 预计4枚清弹已经有3枚 变成了脏弹 脏弹也就是指那些没有爆炸 但大量向外释放核辐射的核弹 现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切尔诺贝利 更不幸的消息是 冰盖如果继续融化 这个切尔诺贝利就会沉到海底 人类永远无法将它彻底清除 现实真的会像电影中一样 突然出现一个神迹来拯救世界吗 显然没有 面对这场核危机 人类想出的唯一对策 竟然是隐瞒消息 这一内丢失核弹的故事 在后来被叫做断剑 而这次事故了 则是断剑中的断剑 除了6台发动机 一个轮胎和无数的碎片 其他的东西都沉到了冰盖下面 当时专家预计四颗清弹中 有一颗是完好无损的 没有变成脏弹 今后被大自然引爆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所以美军准备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就让这些东西 永远沉在格林兰下面就好了 格林兰属于丹麦 丹麦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了 彻底露了 丹麦人向美国人索赔 让美国人你不管想什么方法 反正马上给我把这个切尔诺贝利 从格林兰下面捞起来 受污染的冰河水 你也得给我全部运回美国 这件事的真相至今众说分明 官方说 除了一颗清弹上的小零件没有找到 其他所有的残骸都已经打捞伤害 运回了美国 但丹麦媒体至今一直不相信 美国人的鬼话 他们说 至少还有一颗完整的清弹 躺在格林兰的冰盖下面 而官方轻描淡写 那个没有找到的小零件 正是清弹引爆器上的东西 这个丹麦版本的真相故事 真的是细思极恐啊 2009年3月 时代杂志评选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不是切尔诺贝利 不是日本东海春 而是这个格林兰清弹事件 这个事件也让美国在1968年 终止了科姆琼顶计划 因为科姆琼顶执行的8年当中 美国飞机掉到海底的核弹 实在太多了 而历史资料中 实锤被美国捞上来了 只有一颗 是数学家的杰作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时间再往回播两年 1966年 依旧是一架B-52轰炸机 依旧是执行克姆穹顶计划 依旧是7名飞行员 依旧是4枚末日清弹 只不过这次从格林兰换到了地中海 当时飞地中海这条航线 必须空中加油一次 结果就在加油机给B-52加油的时候 一阵腰风吹来 两架飞机撞到了一起 加油管直接把B-52的机翼割掉了一个 加油机瞬间变成了火球 B-52迅速坠落 飞行员在跳伞前做了最后一个动作 那就是扔下去4枚清弹 防止他们在坠机中爆炸 紧接着飞机在空中解体 7名飞行员只有4人成功跳伞 他们还没有落地 就看到了远处传来的爆炸 他们意识到事儿大了 刚刚扔下去的4枚清弹 可能并没有按计划落到海里 而是落到了西班牙的国土上 果然飞行员的预计没有错 两颗彰弹立刻在西班牙的一所农场里被找到了 一天以后 第三枚清弹在帕洛马雷斯的郊外被找到了 这里是有人居住的小镇 但幸好这枚清弹完好无损 第四枚在哪里了 美军出动了一万两千名冠兵 数十艘舰艇 地毯式的搜索 找了整整三个月 毫无线索 可能掉海里了吧 找不到了吧 算了吧 西班牙一听美国人这话 急了 你先给我把那几万桶受污染的土壤运回去 要是找不到第四枚 你就每年向我赔款 我来找 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克雷文的数学家出来纠缠了 他通过一种叫做贝叶斯的统计方法 计算出来了第四枚的清弹位置 美军过去一捞 果然捞上来了 两年以后 又是诡异的1968年 美国的一艘核潜艇又在西班牙外海失踪了 船上有两个核反应堆 和两枚核鱼雷 克雷文再次精准地计算出来了位置 结果这次美军跑过去看那一眼 竟然走了 只留下两句话 第一公海 没事 第二太贵 不捞了 2014年 马航失踪以后 很多人又想起了克老爷子 希望老爷子能够再次计算出准确的位置 但很不幸 这个时候老爷子已经生患帕金森 一年以后离世 这门独门绝血 也就像失传那一样 再也没有在马航身上出现奇迹 当年还有一个丢失的轻弹 离我们非常的近 我们接着看 这天 美军的一艘航母正在菲律宾外海巡航 他们准备去日本 巡航期间呢 他们还要完成一次实弹演习 一架A4战斗机挂着一枚100万吨当量的轻弹 从航母上起飞 结果飞机坠海了 核弹也就跟着坠入了海底 然后高冷的故事来了 美军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打捞 而是继续巡航 就跟没事人一样来到了日本 直到1989年 才不小心说漏嘴 让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 日本外交官苦苦要求 请求美国国防部提供更多的细节 于是美国国防部承认 那天确实丢了一枚100万吨级的轻弹 也就相当于100颗广道原子栏的威力 不用怕 不会爆的 大概的位置 大概在距离日本海岸800公里的地方吧 日本人的心情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结果这还不是最高冷的 紧接着美国海军 估计和国防部没有沟通好 也发了一个通告给日本人解释这事 但海军说的位置和国防部说的位置 差了十万八千里 海军说 核弹大约在离牛球130公里的地方 太不靠谱了吧大哥 但日本人又能怎么样呢 据说日本人心中当时那种悲愤 最终憋成了一部漫画 哥斯拉 哥斯拉潜伏在海底 靠核辐射为实 地球的核污染越严重 哥斯拉就越强大 总有一天 哥斯拉会从海底出击 报复了一些制造核污染的人类 原来这些核弹扔下去都是为哥斯拉的 日本人的脑洞果然清奇 再说一个现实中 可能与这些核弹有关的都市传说 1997年 阿根廷的马岛 72小时内有300头鲸鱼集体自杀 它们疯了一样冲上海岸 然后搁浅 活活地被太阳晒死 这些鲸鱼为什么会这样呢 至今这都是一桩悬案 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太阳黑子暴 影响了这群鲸鱼的定位系统 导致它们迷路冲上了海岸 但也有人说 哪用这么复杂 不用扯到太阳黑子暴 只需要哪颗海底清淡哪颗制暴 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没错 那些海底核弹即使爆了 人类也根本感觉不到 不会有海啸 不会有地震 甚至连核辐射都会被海水冲淡 但只有那些深海的精灵会受伤 它们会迷路 会混乱 会像那些鲸鱼一样集体自杀 而最残酷的现实是 鲸鱼也是不入动 它们搁浅以后并不会窒息死亡 人类能帮助它们做的 竟然是用一颗炸弹 在它们的头顶精准引爆 给它们来个痛快的安乐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神秘力量 丢失核弹 哥斯拉 吃核弹 鲸鱼上岸报信 好像全对上了呀 是 神秘法